你见过这样的保险吗 只要到了28岁还没谈恋爱 保险公司将自动给他分配女友 阿牧母胎单身28年 每天不是外卖就是泡面 再配上一瓶82年的肥窄水 就是他全部的生活 因为单身他被公司炒鱿鱼 我很努力啊 我都把公司当家了 对呀 你怎么能把公司当家呢 因为没有女朋友 阿牧吃住都在公司 甚至还蹭公司的热水洗澡 我懂了 我会把水电费给付的 这都不是钱的问题 阿姨说你性骚扰 阿牧恳求老板不要炒掉自己 明天就是自己28岁生日 老板却表示 你想想啊 你在27岁的时候失业 总比你在28岁的时候 失业要强吧 所以今天就是炒掉 他的最佳时机 更离谱的是 国家颁布法案 对于单身人士 收取更多的税收 原因在于 单身人士的消费行为 远远少于其他人 郁闷的阿牧跑去酒吧喝酒 结果身边都是情侣 买一送一的酒你就不要 不要了 我实在还不剩两位 倒霉的还在后头 一群劫匪冲进酒吧 要求每个人拨打一通电话 给最在乎你的人 让他们拿钱来熟人 阿牧打开手机通讯路 不是外卖小哥 就是快递员 根本没有可以联系的朋友 结果周围的人都走光 只留下阿牧一个人 绑匪也不敢相信 居然有人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最后就连几个劫匪 都开始同情他了 不过同情归同情 绑匪也要讲业绩的 老大要求阿牧 打给最有可能来接他的人 否则只能撕票了 外面响起警笛声 绑匪傻眼了 这不就打给了警察吗 好在阿牧被成功救出 还没来得及高兴 下一秒他不幸彩中香蕉皮 光荣地被送进医院 情况紧急需要家属签字 先生 先生 请问你有家属 阿牧表示只有自己一个人 危急关头一个女生出现 我可以帮他钱 这个女人究竟是谁 客厅里小美拿出一枚戒指 递到阿牧面前 只要戴上她 就可以把一件你所拥有的物品 变成女生 阿牧有些半信半疑 小美表示自己是受阿牧的父母所托 两老生前为儿子买了一份单身鞋 只要阿牧28岁时还没脱单 保险公司就必须给她分配一个女友 阿牧望着手中的戒指若有所思 当她起身拿肥皂的时候 却一不留神将她甩了出去 下一秒 肥皂妹出现在了阿牧面前 还不等阿牧说话 肥皂妹就自顾自地帮阿牧搓起澡来 因为在她还是肥皂的时候 就已经帮阿牧洗过无数次澡 所以变为人形的她 干起活来更加得心应手 害羞的阿牧将肥皂妹赶出了浴室 等她出来却发现 整个屋子被收拾得一尘不染 因为肥皂妹的体型 阿牧觉得她并不适合自己 她找到小美要求退伙 小美却给了阿牧一个建议 肥皂属于消耗品 多用几次肥皂妹自然会瘦下来 于是接下来的几天里 阿牧一有机会就去洗澡 甚至故意将自己身上弄脏 踢球时 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来 她是故意弄脏自己 阿牧当起了守门员 不过 怎么看她都只是负责在地上打滚 终于在阿牧的不懈努力下 肥皂妹有了魔鬼身材 看着动人的肥皂妹 阿牧对于模样大便的肥皂妹 很是满意 可没过多久 她就发现了新的问题 因为肥皂属于消耗品 如果长期使用 肥皂妹就会慢慢消失 阿牧开始找各种理由拒绝洗澡 她的身上也渐渐散发出恶丑 为了不用肥皂 阿牧趁着夜色偷偷买了几瓶沐浴露 却被蹲在客厅的肥皂妹 打了个阵阵 她认为阿牧移情别恋 哭着跑出家门 此时外面正下着大雨 等阿牧追上肥皂妹时 她已经被雨水给冲成泡沫 阿牧的第一次恋爱 就这么化为乌有了 有了经验的阿牧 很快将注意力 放在了自家养的鲸鱼身上 随着她大手一挥 一个橙色头发的萌妹子 出现在她眼前 眼前这个男人 将手中的鲸鱼甩了出去 下一秒 女人一开口便是小日子的气息 阿牧看着自己养大的鲸鱼 认为她是了解自己的 却不料 鲸鱼妹又来了便自我介绍 这时阿牧才发现 鲸鱼的记忆只有七秒 这还是条日本鱼 看到手放在要害部位的阿牧 鲸鱼妹抬起手就朝阿牧扇去 还没等她碰到阿牧的脸 便忘了刚才的事 为了和鲸鱼妹更好的沟通 阿牧自学成才掌握了日语 鲸鱼妹经常会忘记 自己刚刚做过的事 所以有空她就不断吃东西 每次阿牧刚提醒完她 下一秒鲸鱼妹又会忘记 为了防止她吃太多撑坏肚子 阿牧只能给冰箱上锁 把食物藏到鲸鱼妹拿不到的地方 同一个笑话 阿牧不管讲多少次 为了让鲸鱼妹更好地记住自己 阿牧在她的手臂上画了自己的图像 两人一起度过了很多开心的时光 抓娃娃坐海盗船 这天鲸鱼妹在洗手时 不小心将图像擦掉 看着眼前陌生的男人 她跑出了阿牧家 等阿牧发现为时已晚 终于阿牧在一个大卫王比赛中找到了鲸鱼妹 由于记忆不好 她只能不停地进食 幸好阿牧及时赶到 将鲸鱼妹拉了出来 经过这次事件后 阿牧决定将鲸鱼妹变回原来的模样 防止她受到伤害 事到如今 小美只好让阿牧再挑选一个对象 阿牧想要一个刚强有主见的女孩子 她将手中尖刀扔了出去 刀妹出现在阿牧眼前 她不仅有着冷酷的外表 还耍得一手好刀法 在和阿牧逛街时 一伙小流氓挑衅起刀妹来 却被她两三招就杀得屁滚尿流 自从刀妹出现 阿牧就觉得自己安全感爆棚 但刀妹一直有件心事 她对于自己的前主人念念不忘 阿牧只好带着她四处寻找 最终他们在海边的鲨鱼店 找到了浩南哥 可浩南哥却记不起自己有过这么一把刀 称自己只是个鲨鱼的 以前的就让他过去吧 伤心的刀妹坐在海边 这让阿牧明白 对方的心中并不是自己 于是他将刀妹变回了原样 留在了浩南哥身边 回到家后的阿牧 试着将每一件东西变成女友 套娃 仙人掌 咖啡豆 可并没有一个能符合自己心意 终于他想到了一件物品 男人将手机扔了出去 下一秒 手机就变成了一个冷艳高贵的女人 阿牧想到自己听过的一句话 他将手机变成了女友 手机妹果然深得阿牧欢心 如果他饿了 手机妹就会点上符合他口味的外卖 泡上一杯咖啡机 打开蓝牙音箱 吃个外卖也能这么浪漫 有这么一个事事为自己着想女友 阿牧感觉十分满意 两人在路边餐馆吃饭时 恰好碰见阿牧的前女友 前女友嘲讽着阿牧 手机妹为了给阿牧出气 黑进了前女友的手机 不一会 那些前女友钓过的鱼就出现在餐馆 阿牧感觉手机妹就是自己的命中注定 她将变身戒指拿出来 戴在了女人的无名纸上 但不承想手机妹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这一刻 趁着阿牧熟睡之际 手机妹利用戒指 将家中的电器一一变成人类 等阿牧再次醒来 却发现自己被绑在床上 看着家里突然出现的陌生人 阿牧一脸猛逼 她让手机妹放开自己 女人却指挥着手下 将阿牧开膛破肚 你有没有想过 每一次我不想再打游戏 我全身已经疤烫 你还要插着我 冲着电继续打游戏 在几人的配合下 阿牧被改造成了机器人 一切听从手机妹的指挥 但小美却从阿牧发来的照片里 察觉到了不对劲 阿牧说过她从不会用动物滤镜 可以不要用动物滤镜吗 我觉得有点恐怖 小美查到阿牧的手机定位 发现了手机妹的阴谋 想要营救阿牧 可在手机妹的操控下 阿牧的身体不受控制 掐住了小美的脖子 挣扎中小美无意间 竟将阿牧推下了楼 没想到这一摔 让阿牧再次变回人类 原来小美也买了同样的保险 拥有那枚神奇的戒指 手机妹仍不死心 召唤出帮手 小美也见招拆招 你有哑铃我就用杠铃 你挑武士刀我就用中国剑 双方有来有往 但手机妹终究还是有缺陷 一番操作使得她电量不足 阿牧发现了一旁的充电器 赶在她之前拔了下来 他们有惊无险地解决了手机妹 而阿牧也发现 最好的那个人 早已出现在自己生活中 正是小美 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 两只手慢慢牵在一起 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戒指 你会把什么变成自己的对象呢 好